今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熊鹿超级月亮 13号晚间慢慢升空 许多民众纷纷前往海边以及山上来赏月 而14号凌晨2点月亮最大的时间点 也有大学生来到海岸山脉山顶赏月 体验这难得珍贵的天文奇景 今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熊鹿超级月亮 7月13号晚间慢慢升空 许多民众纷纷前往海边与山上赏月 14号凌晨2点月亮最大的时候 也有大学生来到海岸山脉山顶赏月 体验这难得珍贵的天文奇景 就蛮大蛮远的 可是它刚出窥的时候好像很多云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那种效果 波云坚持的效果 那看到今年最大的月亮有什么感想吗 就是很漂亮这样 我觉得它非常漂亮 因为跟我们一般的时候看到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刚好过来玩 然后刚好就看到这么大可乐 因为我看下面大家在看 我就来这边拍照看了 特别骑到高处看 对特别骑到高处看 然后看了怎么样 月亮大不大 很大很美 很美 牺牲睡眠 半夜不睡觉 特地好上来看 是吗 今天难得休假 难得休假 13号晚间的社群软体也几乎都被超级月亮洗版 有看到超级月亮的人应该都是内心充满喜悦 没有办法亲自观想到月亮的人 看到别人分享的照片 也能够感受到满月的幸福与圆满 这里会欢视报道